如果投资者偏向保值 或者想降低整体投资组合的风险 究竟有什么选择呢? 考虑到有不少投资者 都希望在这个经济衰退期间 可以尋求一个资本保值 或者降低整体组合的风险 所以我们亦都尝试发掘一些 在过去经济衰退期间 表现比较好 抗尼来比较好的基金 希望可以为投资者 提供一个一种基金的形式 去降低整体组合的风险 但由于债券基金的类别实际上太多 所以我们今次的backtesting 主要是在过去经济衰退期间 抗尼来比较好的债券基金 譬如一些主要投资在 美元债券的基金 港元债券基金 以及一些投资在成熟市场 国债内的基金 我们今次的backtesting 主要是提供基金 在过去四个主要跌市年份的表现 包括2008年的金融海啸 11年的欧债危机 15年的夏天股灾 和去年因为中美贸易质 而引发的股灾 这四个主要跌市年份的 因为我们认为如果基金 可以在这四个主要跌市年份 都录得一个正数回报的话 是足以反映到它的抗跌能力 而在我们今次的分析里面 能够符合到我们刚才所说的条件 分别有四个港元债券基金 以及两个美元债券基金 如果想知道更多 可以上我们fsm.hk 找回相关的文章 FSM助理卫视全球投资自负